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屋四寶的Yen 今天Yen帶來大阪市的十三 現在我們走到板神列車的十三站 只需要十多分鐘 過少少就是梅田 這個地區都不錯 挺方便的一個地方 今天我身後面這裡有一個發展商 收購了一塊地 現在就蓋了十一個一戶建 大家都差不多年期 有很多朋友看完日本電視劇 就很想找回這一類型的樓 整個小區全部都是新建築的樓 隔離輪社應該都跟我差不多年紀 而且至少隔離輪社的房子 一定不會老老老教教大家都是新的 十一個單位裡面有些已經賣了出去 當中也有些單位間隔很相似 剛才我大致上看過一圈 選了兩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看一戶建的時候 在Google看或者看了那裡的環境 哎呀 這個是各地 或者它的售樓書都是這樣推介的 我特別喜歡各地的 因為起碼都有兩邊窗戶 但是其實事實上來到 不是各地又會是怎樣的呢 看兩個單位 第一個就是各地 第一個單位進來 圓關 它是比較小一點的 有個鞋櫃就做到上頂了 鞋櫃旁邊都有一個儲物空間 都不錯的 如果你放不完鞋可以放進來 或者整個掛衣架 有時冬天的外套可以掛進去 一樓有一個房間 小小小的 有兩邊窗戶 現在這一邊窗戶是落了閘的 需要採光度高一點就打開 想私隱度高一點就關上 還有 還有 換衣房 還有浴室 大部份的一樓都會有洗手間 這個也不例外 在樓梯底下 上了二樓就是客廳和廚房 一上去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大廚房 然後飯廳 飯廳旁邊有一個儲物櫃 然後這邊是客廳 這些叫做鋁字形的廳 都很好擺東西的 而且客廳這裡採光度都很好 還有一個大露台 唯獨是一個問題 先看看 這個露台對出 就有一條天橋 也有路軌 汽車聲我相信一定會有的了 但是現在新的樓宇 全部都是雙層玻璃設計 我們試一下在室內關上門 聽不聽到 現在我們關緊玻璃窗 我覺得隔音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路軌的距離跟我們這麼近 聲音不多不少都會聽到 但是就還沒主於覺得很驚嚇那種 那我們上去看看三樓房間 上三樓之前 這裡也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屋苑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儲物空間很多 所有樓梯位 要不就做洗手間 要不就做儲物空間 而且三樓裡只有兩間房 走廊位也是比較小的 看看第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完全沒有安裝燈 它很開揚 這麼大的玻璃窗 而且它這個窗 比起其他一戶建的窗 是特大 它製了一條欄杆 讓你不要那麼危險 中催望的時候 怕你掉了一階 這間房間就綠貼 其實綠貼的空間都非常好用 做雙人房絕對足夠 有兩個衣櫃 這個比較大一點 一樣深的 再看看第二間房 也是沒有開燈 超級開揚的房間 這間房間有七鐵半 而且附有大露台 還有衣櫃間 還有衣櫃間 這個衣櫃間是兩邊的衣櫃間 都算挺大 這間房間的地面積是63.15平方米 整間房間的建築面積是105.41平方米 其實都有千多呎 連同一個車位 價錢是3480萬日圓 相對於港幣大約是208萬左右 200多萬買到1000呎 而且近梅田的單位 我覺得價錢都算OK 而且這個是全新的 因為這裡有11個單位的關係 接下來我就帶大家去看看第二個單位 那個就不是各地 接下來我們就看這次屋院的第二間房 其實聽不聽到有一點聲音 剛剛發現除了前面是路軌之外 後面還有一間工廠 經常都會白白白白白的 在屋裏面就聽不到 但出到街或者露台 其實就一定聽到 當然晚上睡覺 我相信絕對不受影響 因為這些電車和這個工廠 一定不會收到好東西 那日圓對自己有沒有影響 這個就要自己考慮 這些情況有時真的不親身到達 你就不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屋院的設計 都會比較實用一點 圓關通常都是小小的 去到盡了 上到頂的一個高身的鞋櫃 一樓一間房 洗手間和浴室 二樓廚房 洗手間和客飯廳 三樓就是兩間房 空間用到淋漓盡致 不會有多餘的位置 我們現在看看 你看一下樓梯底 通常空間比較大一點 就做個洗手間 但這裡有個小一點 做了間房仔 草物房仔 或者雜物房仔 看看房仔用品也不錯 這裡還有個洗手間 一樓的房間 這間房間有綠貼 有一個落地玻璃 看出去就是自己的車位 再外面 對面那間屋雖然是一間舊屋 但我相信屋主也很企利 還有一些小花 看出去的景觀也不錯 綠貼的房間還有兩個大櫃 收納空間 good good 接著來到浴室 換衣房 standard size 浴室也是standard size 上到二樓客廳和廚房了 你看看 雖然剛才說 這間屋不是各地 但也有兩邊窗 一邊就是我們露台 這裡有個落地玻璃 另外就是我身後飯廳的一個氣窗 這個氣窗不是各地 但也不是黏著隔壁層樓的 因為這就是隔壁屋的車位 所以令到這間屋進去之後 其實有各地的採光 你看看這邊 廚房 還有一個透氣氣窗 非常之好 而且客飯廳四四方方 很好擺東西 廚房也很大 還有一個儲物櫃 還有一個儲物櫃 家裡有很多攪拌機 都放上去 然後關上門 乾乾淨淨 二樓也有洗手間 就在這裡 為什麼沒有東西 為什麼 門中門 為什麼它要兩對門呢 我猜就是日本人的概念 想拉平這個位置 不想放上去 他覺得這樣拉平視角上看起來就漂亮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不知道怎麼形容 不過可以告訴朋友 你上來我家 我什麼都不會傳出來聽 我家的洗手間有兩對門 所以不會傳臭味 我們準備要上三樓之前 這裡有對門 這對門 現在沒有安燈 它也是沒有窗的 所以嚴格來說 這個不可以叫做一間房 就叫一個儲物間 但是 空間很大 你可以在這裡放一張大書桌 也可以 或者你那些清潔用品吸塵機 放在這裡 做工作房也可以 如果有養寵物的朋友 我換了這個做玻璃門 做一些通風系統 出去的時候 放你的小貓小狗 你的小寵物在這裡 上到三樓有兩個房間 看看這邊 這間是一間綠貼 有露台的房間 露台也挺大 可以放一張桌子 放一張椅子在外面 另外一邊 不是露台 但是是大玻璃窗 就是別人的車位 所以很有距離感 很採光 而且還有衣帽間 和衣櫃 其實這間房間 的中間 有一個收納櫃 這間房間沒有露台 但是房間比較大 是七貼的 這邊磨砂窗 就是看著別人的房間 另外這一邊 就是給你採光 還有也是衣帽間 其實這間房間的格局 都很舒服 雖然不是我們聽上去 那麼吸引的角地 但是其實它和角地都沒有分別 最重要是採光度很好 而且房間的間隔 也都非常之好 全部四四方方 房間的size 全部都是綠貼以上 這間房間的地面積 就是63.06平方米 屋的面積就是109.55平方米 哇 就是千多尺 OK啦 夠住 舒服 價錢和剛才我們看的第一間房間 都是一樣 3480萬日圓 港幣就是208萬左右 你們又覺得怎樣 其實還有很多間的 間隔和設計 只有有一點點分別 如果你想看的話 留言給我們 我們再帶你來看 還記得subscribe、share 還有按鈴鐺 多謝了 拜拜